今次的婚紗相之旅 除了去了清境之外 其實我也去了宜蘭 宜蘭就是在台北的近郊遠 經常去西門町 你不悶我都悶 要介紹都介紹完 所以今次我們就去遠一點去宜蘭 宜蘭其實我們都比較便宜 可能兩天一夜就比較好 如果一天就真的未必玩得完 好啦 今次就先介紹宜蘭的溫泉民宿 宜蘭除了出名溫泉之外 這些溫泉魚都比較出名 而且很多地方都會有 就是整個池都是很小很小的魚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魚 只要你放一隻腳 其實它就可以幫你咬咬咬 咬完你的腳的死皮 其實我的腳的死皮應該不是很多 但是那個感覺挺有趣的 是很癢很癢 初時真的完全接受不到 但是慢慢關掉了都還好 但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真的滑了那隻腳 好 玩完浸腳之後呢 我們就去找回我們的家溫泉民宿了 宜蘭說大不大 其實你怕辛苦就可以 下車站之後就去找的士 直接去到 那這間民宿呢 就是我妹妹推介給我的 我都覺得是絕對一百分 二十萬分是值得推介給大家 雖然是貴了一點點 但是這間真的很舒服 那我就選出最頂的那層 其實頂層呢 都重要是樓高兩層 除了自己住那層之外 上面還有一個角樓 在上面其實有個天台 天台還有一個戶外溫泉 在房間室內就有這個溫泉 那溫泉它都有分冷泉和熱泉和普通的自來水 那基本上呢 我們都是用那個溫泉水去沖泳的了 那就有兩個缸 一個就是負責給你沖身 另一個就是溫泉的浴缸來的了 因為它本身也夠深夠大 所以兩個人浸都是絕對沒問題的 而且私隱度都比較高 拉了臉 就算你不拉臉都沒有人見到你 因為那邊是向山 是完全沒有山路可以走 所以就算你脫下衣也不會有人見到的 那上面呢就是一個角樓 我們通常吃東西就是一個角樓 再上一層呢 就是那個戶外的溫泉 都是私隱溫泉來的 就有些吊椅啊 有些很舒服的貴妃椅啊 讓你在上面呢 一邊浸溫泉 一邊舒服 一邊享受一下 那上面呢 我就沒試過完全脫下衣 因為我自己呢 都是比較 保護性比較強的人 那浸一下腳就有了 但上面這個地方吃早餐呢 絕對一流啊 嗯 我想起那天在台灣買的士多啤梨 好大顆 都只不過是幾十元 但真的很高實 好像三十多元港幣 但真的很好吃 那到晚上呢 我就回到上面那裡呢 就浸一下腳 上面真的都 其實靜靜的的舒服 很多人都怕去戶外 這些那麼郊外的地方 很多蛇蟲蟲 其實是 我一點都看不到 很舒服很舒服 所以如果比起我下次再去台灣 我都會選回去 宜蘭這些地方 比較靜靜的 不是很 多人 因為我很怕一些多人的地方 即是深入町很多人的地方 其實我就不太喜歡去的了 我發覺我真的按上了這間溫泉旅店 真的太舒服了 如果有機會 我都會想多住幾個 我想下次 下次有機會再來 可能就會選擇其他再住 其實我最想真的 是住回這間 不過也挺貴 好啦 那今次的宜蘭溫泉篇 就是這麼多 還有很多很多東西 展示給你看的 那就不要錯過了 拜拜 字幕by cro.貌 大家也請問 我們下班 字幕by cro.com 我們下班 rais音樂 下次再見 我們下班 旁邊 旁邊 我們下班